欢迎你来到文化真相 1929年中华民国第一次举办全国美展 美术展览 在这个展览上出过一系列的刊物 那么当时从法国归来的徐卑洪先生 他已经回来三年了 写了一篇文章 题目叫霍发表在这个刊物上 随后呢 徐志摩先生也写了一篇文章 叫我也霍 主要是反驳徐卑洪 画家李毅士又写了一篇文章 我不霍 来支持徐志摩 徐卑洪又写了一篇 霍之不解 来回击那两个人 这几位霍来霍去的 说的是什么意思 主要是谈论的欧洲的艺术大师 当时尤其是现代派的赛尚和马蒂斯等 徐卑洪看不懂他们的艺术 写文章表示很疑惑 他还把马蒂斯的这个名字 刻意的翻译成马蒂斯 表示非常反感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的话 就算是一般观众啊 也能够发现徐卑洪的浅薄之处 因为徐卑洪接受的是文艺复兴状态的写实艺术 他连异象派都看不懂 都不喜欢 对野兽派的开创者马蒂斯 那更是完全看不懂了 马蒂斯不会因为徐卑洪的翻译就被马踢死 可是徐卑洪先生 却用他的马 狠狠地踢了中国画家的脑袋 他留学带回来的是古典写实素描 他把中国画的改革方向接到欧洲文艺复兴的尾巴上 以至于中国在近百年的时间当中啊 根本就没有发展出可以和世界对话的现代艺术 大众呢 也根本看不懂现代艺术 当然 这和后来的政治啊 可能关系更大 1869年 马蒂斯出生在法国北部的皮卡地地区 他的父亲是经营药品和粮食的商人 所以家境还不错 马蒂斯从小喜欢绘画 于是呢也读了绘画专业 毕业之后啊 很顺利的在巴黎搞艺术 那个时候啊 印象派已经日落西山了 后印象派三杰开始当红 也就是赛尚 高庚和梵高 当然梵高呢 成名晚一些 尤其是赛尚啊 后来是被尊为现代艺术之父嘛 他们对马蒂斯的艺术啊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但是一直到了三十多岁 马蒂斯还是梦梦无闻 1905年 36岁的马蒂斯到法国南部去旅行 他在地中海岸边的一个叫做 辽科里悦尔的小镇啊 住了下来 那里阳光明媚 色彩浓艳而丰富 马蒂斯的艺术心灵似乎瞬间就被打开了 他在那里啊 激情澎湃的创作了一系列的作品 面对小镇的海滨风情 他想起波德莱尔的诗篇 西台岛之游 在那里啊 一切如此美丽 而秩序井然 豪华 宁静 充满欢乐 于是他创作了 豪华 宁静 欢乐 这幅画 这幅画用小笔触去密集的画色彩 带着印象派的一些点彩技法的这个特点 但是更大胆 更奔放 人物造型简约夸张 空气当中啊 闪烁了阳光 主观的色彩形成强烈的对比 曲线造型营造出优美的韵律 整个画面呢 的确是散发了幸福而欢乐的气息 当然这种画法也只是马蒂斯新画风的一个过渡期 以后呢 就很少再使用了 他在那里还创作了开着的窗户 这张画面很简约 窗户是向内打开的 窗台上摆放着花盆 长着铜锣 远处是大海天空和船 他用粗犷的线条画几何形的窗框 用细碎的短线条和点子来画花卉和风景 色彩呢 用的都是同样厚重 这样就既能够形成主次关系 又使风景和窗框墙壁成为一个整体的平面 很有装饰性 画面很粗犷 用笔制作 用色凶狠 色彩刺激了浓眼 看着这个画面 你仿佛能够感觉到画家拿着画笔在画布上酣畅的运行 单纯而直接的去涂抹的那些颜色 充满动感和激情 这个打开的窗户 以及这种作画的状态呢 引用着马蒂斯被瞬间打开 忽然开朗的艺术心境 他由此感悟到色彩就是世界的全部 色彩可以像音乐一样表达世界的美好 他以后的许多室内风景作品几乎都带着一扇窗户 接下来他又充满激情的画了妻子的肖像 色彩更加浓烈 对比更加强烈 这就完全打破了使用色彩的任何传统 形成了巨大的视觉冲击 在他前面的一说 印象派用色讲究科学观察 细腻精致 之后的赛上高跟繁高这三巨头呢 用色也还是在表现物象的范畴当中 而马蒂斯的用色啊 已经越来越脱离物象 直接用色彩去表达美感和他的个人情感了 回到巴黎之后啊 马蒂斯带着一帮志同道合的艺术家 参加了巴黎秋季沙龙美术作品展 这是一个官方展览 他参展的作品呢 就是上面介绍的那三幅作品 其他艺术家的作品啊 也都在色彩上是非常大胆 非常热烈 很有追求 有一位批评家叫路易·沃克斯勒 当他走进展厅之后啊 被惊得目瞪口呆 因为在他看来啊 那些画的色彩啊 画得太生猛 太野蛮了 好在展厅当中呢 还有一尊很唯美的雕像 他非常喜欢 那是雕塑家纳多泰罗的小男孩 于是这个批评家就写文章 在报纸上惊呼 不得了啦 小朋友被野兽包围了 于是呢 人们就把这个事情啊 当做一个笑话 把马蒂斯那一批人的作品啊 成为野兽派了 马蒂斯他们啊 也不客气 欣然接受 没想到呢 这反而形成了更好的传播效果 野兽派啊 成为备受瞩目的艺术流派 这也是在赛上之后啊 第一个在欧洲形成巨大影响的 现代艺术流派 马蒂斯的大名很快就飞升世界了 成了现代艺术大师 野兽派呢 持续的时间其实并不长 除了领袖马蒂斯 一生都在这个方向上不停的开拓 其他的成员当中啊 像德兰 转向了新古典主义 而布拉格和毕加索呢 开创了立体主义 对 就是那位享誉世界的毕加索 他比马蒂斯小几岁 受马蒂斯的影响非常巨大 毕加索曾经说 没有人啊 像我这样 彻彻底底的研究 马蒂斯的作品 其实同样 马蒂斯后来对毕加索啊 也是如此专注 他们两位啊 一生当中互相比拼 也互相欣赏 成为全球最耀眼的双子座艺术明星 马蒂斯一生研究色彩的表现 通过他的一些艺术谈话 结合他的作品啊 我们可以更清楚的了解他的艺术思想 和他的艺术表达的理念 马蒂斯说 我想用色块进行创作 我要像作曲家组合合声那样 来组合这些平图的色块 话重点啊 说到音乐 他想用色彩来表达音乐 表现和谐的合声 他的研究绘画和音乐相通的规律和道理 因此呢 用音乐一般的色彩来表达思想情感 这是马蒂斯的艺术密码 色彩能够独立说话了 能够独立的表达思想情感了 这是艺术史的一次大的进步 虽然在这之前啊 像梵高和高庚的画里呢 也都有体现 但是到了马蒂斯这里啊 形成了更明确的观念 做的更充分 更彻底了 1909年到1910年 马蒂斯带了一帮模特 到地中海去写生 画出了经典的舞蹈系列 这个画画面非常单纯 蓝色的天空 碧绿的草地 一群猪沙色的人 手拉手围成圆圈 疯狂的舞蹈 他用猪沙色 象征地中海人健康的棕色皮肤 他要表达 他要表达对地中海带给他的生命喜悦 这种强烈的色彩对比 人体有节奏的动感都十分有感染力 你不必看人长的是什么样子 画家要表达的那种强烈情绪 就非常直接地传达给了观众 野兽派绘画的色彩以平图为主 这样对比最强烈 最响亮 对视觉的冲击也最大 不同的色彩 不同的色彩对比方式 都相应的会带给观众 不同的心理感受 巴雷斯说 奴隶式的在线自然 对于我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被迫来解释自然 并使它服从我的画面的精神 如果一切我需要的色调关系被找到了 就必须从其中产生出生动活泼的色彩的合奏 一支和谐的乐曲 颜色的选择不是基于科学 它解释也就是不像在新异乡派那里 但有科学因素 我没有陷入之间的运用颜色 而色彩完全本能的向我涌来 用了涌来这个词 非常形象和生动 它表现的不是理性的 而是感性的 率真的 在红色的和谐餐桌这张画当中 巴雷斯放弃了透视和空间 让画面更加平面化 更加简约 这幅画大块的平图红色 然后黄色的水果 棕黄色的椅子 窗框妇女的头发 还有蓝色的天空 屋顶 绿色的草坪 树丛 白色的衣领 袖口等 这些不同明度 不同冷暖 不同形状的色块 互相的呼应 对比 衬托 这样呢 就给人一种非常温暖 舒适的感受 让人们得到一种视觉的满足 在这幅画中 线条 优雅 而富有韵律 如音乐一般的平图色块 搅强 辉映 产生出平和 宁静和优雅的节奏 体现出一种 人间乐园一般的情调 下面这一段话 可以说比较充分的体现了 对艺术的追求 表达方式 他说 我所梦想的艺术 充满着平衡 纯洁 静怒 没有令人不安 引人注目的体擦 一种艺术 对每个精神劳动者 像对艺术家一样 是一种平息的手段 一种精神慰藉的手段 未凭他的心灵 对于他 意味着从日常辛劳和工作中 求的灵敬 再看这张大洋洲的记忆 这张画 发展到了纯抽象的层面 当色彩 点线面 黑白灰 这些艺术语言的表达 完全变成 表达思想情感的符号之后 抽象艺术 也就诞生了 马利斯他不是抽象的首创者 但是呢 他也是早期的开拓者之一 在这幅画当中 蓝色 黄色很纯净 黄色很明快 红色热烈 白色优雅 褐色沉净 绿色温润 画家虽然没有去画具体的形象 景物 但是这些五彩斑斓的色彩 就是从大洋洲的记忆当中 提取的一种典型感受 把这些色彩组织起来 进行一个有趣的 有意味的安排 那么就带给人一种欢乐明快的感受 马利斯经历了痛苦的一战和二战 但是呢 他没有像其他艺术家一样 用艺术去表达战争的残酷 苦难和抗争 他用充满音乐和谐之美的色彩 来传达田径温暖的生活 给人们带来心灵的疗愈 和精神的抚慰 下面请朋友们 再欣赏一组马利斯的作品 进一步的了解 这位伟大的艺术大师 欢迎您点赞留言评论 也拜托您订阅文化真相频道 我们下次节目见 谢谢 请不吝点赞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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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留言